帥啊,或者是一個單身男子啊,走在路上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gay,你也不會從我預讀的時候 哇,先生請問你是gay嗎?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男孩們來聯誼,終結單身,不遲疑 我是各位的同志同娘,Gigi Gigi 好的,就是呢 呃,因為呢,之前辦了一些派對之後 就覺得這實在是太開心了 然後呢,就是我常常有一些crazy的idea 想說就是我們可以玩什麼樣的遊戲 然後幫大家配作對 所以呢,現在就是,呃,有想到一些就是 呃,很棒的idea,想要跟大家分享來討論 我個人個人就是,好的,一定要先講 因為我個人個人非常想要來做一件事情 那其實就是這個東西很簡單啦 就是以前的交換日記啦 但是可能大家一聽會覺得 欸?交換日記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嗎? 有什麼好值得拿出來講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呢,就是 基本上你可以從一個人的內在開始了解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假設你今天可以就是,比方說 假設我今天辦一個活動好了 就是,呃,隨機兩個人 或者是看我事先先做怎麼樣的媒合 然後讓這兩個的單身的男同志的朋友呢 就是圍期一個月的交換日記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就是 我幫忙就是把日記就是 把他們的日記互相交給對方 然後就是他們可以看到彼此的日記 透過彼此的日記的方式呢 然後來認識彼此的內在 然後來認識彼此的內在 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嗎? 然後假設他們覺得就是 欸?看了彼此的日記之後 覺得知道這個人的內涵 知道這個人的內在沒之後 我再幫他們安排一個參試 天啊,我真的覺得說 這個遠遠比就是你去 呃,你認識一個人 從一個人的外表、外觀來認識 來可能會比較深入吧 當然並不是說就是說 呃,從外表認識就是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只是就是說 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切入 就像大家知道說 maybe你有可以這樣的 認識朋友的方式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 這樣子,對 就是maybe就是也可以請大家提供一些意見 在影片的下方 因為我個人就是跟我朋友討論過這件事情 他就說 舉舉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你到底放棄 那我還是就是非常的不死心 我想要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就是maybe有些人覺得說就是用 就因為這就是以前的筆友啊 你想想看就是在以前 資訊不發達的時候 就是我爸我媽 或者是我阿公我阿嬤 他們如果想要 咳咳咳咳 他們如果想要認識就是 我太激動了是不是 他們如果想要認識就是 遠在天邊的另一半之類的 他們就是透過這種方式阿 我覺得有時候回歸到 純樸跟純真 或者是比較original 比較原始的交友方式 我覺得 何不常是一個浪漫呢 應該也是一個浪漫的行為吧 好這個是我個人覺得最特別 最想要跟大家拿出來討論的 然後我現在呢還會規劃 啊一想到就覺得覺得讚 我現在就是也在規劃一些 然後就像密室脫逃的 同志交友太對 你知道為什麼密室脫逃是一個 很適合聯誼的東西嗎 因為我跟你講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 你一進去那個關卡 你也沒時間在那邊說什麼就是 那個什麼 欸欸就是什麼尷尬害 說不用 因為就是開始就是破關嘛 闖關 殭屍就在對面 比較刺激的啦 紅衣小女孩就在旁邊 什麼之類的 誰在管你什麼 誰在管你就是你是誰啊 你是你是老幾 就趕快破關趕快就是 逃離那個關卡 大家趕快brainstorm 趕快就是一起 動腦筋 然後想想如何脫離這個關卡 然後再玩完密室脫草之後呢 啊出來 啊 糟了就是大家就是 藉此可以有一些話題聊 你就不會覺得說 欸還要破冰 破什麼冰啊 冰塊全部都碎掉 就直接開始聊天嘛 欸剛才你不覺得那個殭屍很機車嗎 你不會覺得那個關卡 就是真的很過癮嗎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我近期也在規劃的 密室脫逃同事交友的派對這樣 剛才忘了說現場全部都是單身男同事啊 這樣會不會有多一些那個遐想 跟多一些就是交友的空間 對對對 再來呢我想 這個我也很想規劃欸 但我真的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會不會被大家罵翻啊 我超想規劃就是 一日難有這件事情 你知道什麼就是 因為大家都看過那個 FJ234的一日難有嗎 就是有點像是他們那一次那種性質的 但是就是Fast Day 就是快速配對嘛 假設你看 假設我今天就是先 收集好說就是有這個意願的 那就是假設我今天就是在西門町啊 或者是在很多就是同事會出現的地方 當然你會先釋求大家的意願啦 或者是現場就是直接嘛 好就擺個攤位就坐在那邊好了 然後呢就是 請就是現場旁邊如果有單身男同事的話 就登記說他可以就是接受隨機 跟就是其他的就是也有登記的任何一位單身男同事 一起共度一個晚餐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可以認識認識認識這樣 就是透過一個晚餐的時間 然後來認識一下彼此 你不覺得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事情嗎 當然就會發生一些很可怕或者是很浪漫的事情 因為這個實在太刺激了怎麼說呢 假設你今天就是遇到一個很很就是很理想對象型的 你會覺得說哇天啊繼續太感謝你的Fast Date的安排了 就是我就是好我就是參加十四動Fast Date我也願意 等於說每個禮拜六的晚上我就是可以遇到就是類似 當然事情不會always就是you know就是 好不說了對 所以當然這是比較好的狀況 就是你遇到覺得你有影響對象啊 接著跟他就是換來聯繫的方式啊 maybe就是彼此就能得到好姻緣或者是修成證我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好 但是呢大家就千萬不要 事情沒那麼單純 假設你今天Fast Date你就是遇到一個就是 倒抽一口涼氣的那種對象 然後我應該被罵翻吧 對好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在Initial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寫好說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叫做Fast Date嘛 所謂Fast Date呢就是沒有事先篩選 所以你必須就是用友善跟包容的態度 然後後來就是跟這個理想對象共度一個晚餐這樣子 以上呢就是這個第三個活動我個人也很想辦耶 但是不知道大家Fast Date會怎麼樣 你到底會獲得大好評還是會被他罵翻 我真的是就是如果就是你有一些建議的話 你可以寫在這個影片下方 那種我個人呢就是Oh my god 就是我跟你講就是辦活動的人B想參加活動的人更想辦 因為我還想看到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樣 沒有啦我不是抱著就是看笑話 就是覺得說就是欸這樣的驚奇啊或者是欸就是不只我 就是其他人或是參加的人也會說 喔我可以遇到誰我可以遇到誰 也會這樣子很期待 因為基本上就是你很難就是在路邊就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第一個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Gay嘛對不對 他長得很帥啊或者是一個一個單身男子啊 躲在路上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Gay 你也不會從過去的時候 哇先生請問你是Gay嗎 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不可能嘛這樣多失禮啊 如果對方不是的話你不是尷尬要抱嗎 對所以基本上呢假設你今天就是可以有一個攤位 然後就是站到彼此登記資料 就是你可以免去很多尷尬的事情 你不用問對方是不是Gay 問對方要不要約會 問對方想不想穩定交往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參加 就是你要註冊登記的時候 我的前提條件這樣子 就是基本上我真的希望可以幫助就是 想要穩定交往的單身男同志朋友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就是 有一些crazy idea 一些瘋狂的想法 讓大家就是可以如何就是 又健康又清新的可以認識就是 社會上的某個角落 就是也想認識你的單身男同志朋友這樣子 好所以歸納一下以上 就是我個人覺得最crazy就是crazy 也就是日記練這個東西 但是我個人覺得很愛 大愛特愛這樣 就是疑 第二個呢密室逃脫 這個就是很OK 也是很有創意很刺激 然後希望可以辦成功 然後第三個就是 Fast Date 一日難有這個 第三個我真的也超想辦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就是聽完以上我的建議呢 那請問各位覺得說 就是你想嗎 你覺得你是贊成的還是覺得你是 Elly 舉舉 This is totally not ok 這完全不ok啊 你就是停止就是crazy的想法 還是去辦你的聯誼交友派對就好之類的 我也想聽一下就是各位粉絲的建議 那就是每個人的留言 我都會認真的看就是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好那最後還是要說一下 男孩們來聯誼 中期的單身不遲疑 我是各位的同志紅娘 舉舉舉舉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